我2018年入學 在Georgian College唸的是Computer Programming 我覺得選三個有點難 但我心裡是有一個啦 因為就是我現在的工作做的是JavaScript Developer 所以對我來說最有用的當然是JavaScript 不過當然還是要很看老師啦 因為老師教得很好 然後把我領入門之後 讓我知道我接下來的執雅規劃可以往哪邊發展 所以我才會選擇當上JavaScript Developer 然後對我來說 JavaScript就是最有用的一門課 那如果要勉強再擠出第二個或第三個 我覺得有用的可能就是HTML、CSS 因為我現在是Web Developer 所以HTML、CSS也是我時常在使用的工具 語言 對 所以對我來說JavaScript、HTML、CSS 我有兩個co-op的經驗 然後兩次都是找到在Bank of Montreal的機會 Bank of Montreal是加拿大五大銀行之一 那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在那邊實習 因為他們給的配還不錯 然後co-op學生的文化也還不錯 但是我兩次機會是工作內容是蠻不一樣的 第一次是關於Cyber Security 那我們就是負責分析整個Bank of Montreal的所有的Data 資料流進流出 然後有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然後拿去抓那些有可能對公司造成重大危害的資料影響 對 然後第二個職權是關於Business Analysis 所以我也是比較偏Project Management的管理那一類 我們就是要分析就是所有的Project目前進度如何 然後所有的成效、成果要怎麼數據化 然後要怎麼樣就是把它把數據整理成一個Dashboard 然後呈現給做決策的人 那畢業之後其實我已經 這已經是我畢業後第二份工作了 那我目前這份工作是在一個網路科學雜誌的公司 所以我的工作內容就是Web Developer 我要把我們Stakeholders就是那些編輯作者群 他們寫出來的東西呈現在網路上用網站的方式 所以我主要就是我剛剛前面有講我就是寫教法Script 然後我是做前端開發的 所以就是關於網頁整個的架構啊 然後什麼你看到的顏色啊 然後資料的呈現啊 就是我的工作內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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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